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秦林謙 歡迎收看十點不一樣選舉特報 就是今天我們選出了 台灣的新任總統 現在的時間是來到晚間9點鐘了 2024的總統大選結果出爐了 我們提供給您最新的票數 賴清德是拿下了557萬 他的得票率有40% 而侯友宜是拿下465萬 他的得票率是33.48% 而柯文哲368萬 這是最新的一個票數 那我們也要先歡迎一下 在我們現場的三位來賓 要帶我們一起來分析 也來看看今天最後的 包括了總統的得票數 以及在立委 以及不分區立委上面 整個政黨版圖的一個輪替 我們首先來歡迎的是 民眾黨的台北市議員 黃靜穎 學姐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再來是歡迎的是 TVBS新聞部副理 樊啟明 啟明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好 另外還要來歡迎的是 我們翁老師 德州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的副教授 翁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 那麼要帶大家來關注 也要先請教的就是學姐靜穎 就是我們來看剛才 在這個敗選感言上面 柯文哲其實這一次 對於民眾黨來說的話 這個整個得票數是衝出來 衝得很不錯 所以他剛剛在 我們在敗選感言也聽到柯P說 我們有數四年之後 你們票還是會投給我 在接下來的四年 你們覺得民眾黨 要怎麼樣來凝聚這麼多的民眾 繼續的會把票投給你們 我想在這次的選戰之中 大家應該還是可以看到 我們站上360多萬票的 這樣的第三勢力 第三種聲音應該要被聽到 我想在今天的選戰當中的 開票結果裡面 每一位去投下這張票的民眾們 或是投票的人 大家都應該知道自己站在一個 台灣的歷史心業 也就是以後台灣的政壇上 不只有民進黨跟國民兩黨 只有兩黨的聲音不夠 第三種聲音現在正在冒出頭 也就是說 慈奉中的小草 現在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不管在未來國會裡面 或是在地方議會裡面 我相信這也都是大家 必須要被看到的 當然大家也會問說 接下來民眾黨 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我想民眾黨接下來 在黨內的組織調整上面 或是黨內的一些方向上 以及未來在國會 要與誰合作 什麼樣的議題可以合作 這件事情 我想是黨必須要趕快 確立下來的 因為緊接著就是在國會裡面 這個立院龍頭的投票站了 我想如果現在大家 就把這樣的方向確定下來 任何的議題 先打出民眾黨的態度跟立場 再來看看國民兩黨 誰願意跟我們合作 或誰願意認同我們的理念 我想這樣子 才會是民眾黨接下來要走的路 也就是說跟藍綠兩邊 不一樣的一條路 好的 我們謝謝菁英學姐 我們繼續想要請問一下 請民哥就是說 其實賴清德的一個勝選 這個結果是不是從一剛開始的時候 早就已經預料到 尤其是當我們看到藍白分裂之後 對 因為如果從一些內部 做的一些民調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最後的這個10天是不能公布 可是事實上還是有一些 包括政黨自己內部在做民調 包括一些機構也在做民調 這個民調的結果 其實大概就是符合目前這樣的一個 開票的一個比例 目前大概就是40的 33的 26 大概就是各自差7% 這個比例其實 從這個所謂三個候選人 去登記參選之後 大概就已經確定 其實變動並不大 所以在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以柯文哲跟侯友宜 都非常強的情況之下 又沒有發揮氣保效應的 這樣一個狀況下 賴清德的確是 比較輕鬆的去當選 所以這個賴清德打的這個策略 包括他的一些選戰的一些方法 也就是符合了這個撒卡都 他就是打安全牌 就是固守自己的這樣的一個選票 所以整個選票結構 其實在之前 這個結果不會讓人家太大的意外 好的 我們謝謝啟明 那麼繼續要請問溫老師 就是剛才啟明說 因為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是強 但是以這個票數看來 您覺得說 以這個各個縣市的得票來看的話 包括在南台灣 其實賴清德還是選得很好 甚至在立委的選舉部分 南台灣好像還是一個鐵板一塊 侯友宜還是沒有撼動南台灣 而且在他的這個本命區新北 還有甚至是台北市這邊 反而相對的侯友宜 也選得並沒有那麼的好 您怎麼看 其實確實 我們的所謂的政黨版圖 在這一次的選戰當中 尤其是三喀圖之後 看起來政黨版圖 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位移 基本上在南部還是綠的 中部可能反而是出現了 好像新興的政黨 吸引了不少的選票 所以其實在桃竹苗中部這邊 事實上民眾黨選得是不錯的 在北部的部分 貴獲宜市長的本命區 也就是新北市 確實沒有開出非常亮眼的成績 但這可能跟他自己是新北市長 現在還是現在是新北市長 有點關係 但是整體來說 可能一般的民眾 對於這一次的選戰 就是比較冷 大概選舉的投票率 也沒有預期來的這麼高 反映出來的是 民眾其實是有點失望的 就是對於整個選戰議題當中 沒有太多的政策議題 比較多的是 大家互相喜不喜歡 這種形象戰 這也導致了滿多人 事實上沒有出來投票 整體來說 就是因為沒有新的突破 就導致了傳統的政黨 只能固守他的基本盤 而突破的 反而是新興的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從以前 人家說的4 5% 現在一下子成長到20幾% 但是當然民眾黨的挑戰 就如同剛剛學姐所說的 現在開始才要趕快的設立題目 趕快去思考未來這些挑戰 怎麼樣滿足他現在背負的 高度的期待 好的 我們繼續還要請教 汪老師就是 因為剛才在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紐約時報在首頁 他是以頭條快訊報導說 賴清德的勝選 可是他的標題寫著說 這是對北京來說是一個挫折 而且他是認為說 可能接下來會使北京加大 對於台灣的一些壓力 你怎麼看 是 首先我們必須說 從外國媒體的角度 總是把台灣的問題 尤其這次的台灣選舉 認為是一個民主隊專制 甚至是兩岸所謂的 北京對上西方世界的一個對抗 因此在台灣的選舉 大部分的媒體 都會從中美對抗的角色來解讀 因此不意外的 選戰出來之後 基本上比較親近 美國的民進黨能夠勝出 就會被解釋為 是北京的失敗 美國的勝利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這是美國媒體很正常的解讀 可是真實我們在台灣 我們看見了 台灣選民做出決定的時候 這一次的選戰在台灣 並沒有太多的 所謂的美國力量 或者是所謂的中國考量 可是我們也從這裡 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未來我們仍然要 從西方的媒體來看台灣 事實上很有可能 我們就會變成 必須要選邊站 而忘記了我們自己 中華民國的利益在哪裡 不管是執政者還是選民 可能都要重新思考 未來台灣的利益 怎麼樣來自己捍衛 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的 那麼繼續 在我們鏡面上面 要帶大家來分析的 就是從這一次的 一個總統的得票 我們來從六都看起 那麼首先要先請教的就是 民眾黨的市議員 黃靖穎 學姐 您來看的就是在台北市的部分 其實可以說 柯文哲在過去 市長是執政了8年 可是在這一次 他在台北市的一個得票數上面 是全部都輸的 相對之下 反而是賴清德跟侯友宜 互有領先 這是不是代表說 台北市的民眾 其實是不滿柯批的帳 我覺得當然過去執政上面 當然在今年的議會裡面 在很多的質詢上面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不斷的使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詢問蔣萬安 或者是認為柯規蔣不隨 或者是柯規蔣到底要不要 繼續做下去 這樣的政策 其實民進黨今年在 議會裡面是非常明顯的 用柯文哲來詢問蔣萬安 這樣的策略 所以當然在新聞上面 也比較容易成為大家的焦點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有打了柯文哲之後 在新聞上就會成為標題 或者是媒體上會有一些聲量 當然我覺得這個在台北市的部分 確實是有影響的 不過前幾天 其實我們在掃這個 車隊掃接的時候 其實就如同大家在現在的新聞 上面看到的 其實車隊掃接上面 還是確實能看到很多的支持者 在政績點的部分 站出來願意來挺柯P 像是很多的市場 包含北投市場 市東市場在我自己的選區裡面 其實就能看到很多民眾 真的是站在市場的外面告訴 對著車隊大喊說 市場改建是柯文哲的政績 所以我想執政當然是有包袱 確實過去的政績 或者是所有的成績 你可能會被拿出來一一的檢視 在台北也獲得比較多的媒體關注焦點 但是其實我們在桃竹苗或是中南部 確實今年也成長非常非常多 過去大家說民眾黨是4%黨 都是從高雄起來的 在那次的補選裡面 大家就把民眾黨掛上了一個標籤 可是其實這一次在中南部 其實民眾黨也獲得非常非常大的掌聲 跟鼓勵 尤其我自己在走台南 高雄 恆春等等的 其實有越來越多人願意站出來 越來越多人在綠道出資的地方願意表態 我覺得這對民眾黨而言是很大的鼓勵 好的 那麼繼續要請教啟明 就是你又怎麼來看的話 是在台北市這邊 過去柯文哲他可能是執政了8年 長達8年的時間 但是他這次選起來 在台北市是全輸的 對 因為選前最後兩天 柯文哲是用車隊掃機的方式 就是鎖定在台北市 而且那時候氣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特別是他到了內科 就是我們內武科學園區 有很多上班族就跑出來 他們說老闆放他們架跑出來 就可以幫柯文哲去讚一下 幫忙支持鼓勵 不過在台北市也出現了 更多的聲音是對柯文哲比較讚的 更勇於表達 所以當然支持他的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也有一部分是反映是說 對於柯文哲有一些不滿 到了文山區 同樣也是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今天觀察這個選票 在台北市的部分 柯文哲的確在三個候選人裡面 他是落於第三 特別是柯文哲不斷強調他的台北經驗 他在台北執政的一些狀況 是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可是在選票上的反應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特別去問了一些狀況 他們是說 就是我問了一下我們自己的記者 因為他們做第一線的觀察 因為台北市他們就是選民 就是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特別是跳脫藍綠 他們有第三個選擇 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他們有選過國民黨 有選過民進黨 之前也選過了民眾黨 也選過了柯文哲 可是在譬如說其他縣市 每次都是所謂的藍跟綠 這樣一個把持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對柯文哲 是充滿了新鮮感 反倒是台北市 其實新北也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新北 柯文哲 其實也沒有選得非常的好 雖然大家會覺得 台北跟新北 資訊應該是最快速 是不是可能會比較支持柯文哲 可是反映出來的這個選票數字 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還有一個點 就是大巨蛋的效應 我聽說大巨蛋的這個效應 對於柯文哲是滿傷的 因為在蔣萬恩任內 把這個大巨蛋做起來 而且辦了一個非常規模大的 一個國際級的棒球比賽 這個對於選民 特別是有一些 在台北市的選民 他可以感同身受 的確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大巨蛋做起來了 是 那請明另外呢 剛才我們提到的是 台北市治癒柯文哲 另外一個要觀察的點 當然就是新北市之餘侯友宜了 因為侯友宜可以說這個 他上一次包括在這個市長 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也選得非常好 100多萬的這個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起來 他在新北的部分 也可以說包括板橋 新莊 三重 盧州 樹林 這些原本他的鐵票區 甚至全部都輸給賴清德 是不是同樣的一個狀況 新北我覺得侯友宜 選得非常非常不好 包括他自己總統大選的選票 選得不好 另外立委上面本來目前的 本來的席次是藍三 綠九 然後目前可能 當然是有一些 譬如說像是戲紙 譬如說像是中和 有完成了這個 取代民進黨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板橋這邊 葉原汁跟羅志正還在焦灼 不知道現在目前的結果出來嗎 可能票數還在統計當中 以這個侯友宜 在上次縣市長連任的時候 贏了這麼多票 可是怎麼會選出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最重要是不是請假 請假造成了這個選民對他是說 我已經有這麼多個月 沒有市長在幫我們主持市政 然後再加上之前有很多 處理一些狀況 譬如說蔚藥案事件 蔚藥案事件當然最後還是還給 市政府一些公道 可是新北市政府的一個 處理的一些態度 會讓人家提出了一些質疑 反映在自己的本命區 的確在他的一些支持度上 就出現了一些消長的一些狀況 是的 那麼繼續要再請教的 就是汪教授了 就是說這一次 我們從這個得票數來看 包括了 柯文哲在台北市 他沒有拿到好處 新北市侯友宜也沒有表現那麼好 那麼另外 反倒是是不是綠營 在他們的本命區 在台南這邊相對的是 都有守住他們原本 包括在立委的席次 以及在總統的得票數上面 表現都相對的穩健 但這個部分是不是因為 藍白不合大失血所造成 還是他們目前依舊 這個選舉的策略上面 民進黨人就是打得不錯 所以至少都有維持住 我想選舉策略當然是有影響 尤其是在這次的 三角度的情況之下 民眾黨其實打的 主打的就是現在的執政 執政的優勢 也就是執政者現在 像新北市的侯友宜 現在因為是新北市長 然後柯P其實之前有講到說 如果說不辭職參選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些包袱 所以這些效果在三角度 尤其是緊張的情況之下 聲勢又拉得很高的情況之下 就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當然就影響到了 侯友宜在新北市的得票 也影響到包括藍營 在傳統的他的票倉得到的票數 好的 那麼繼續我們從鏡面上面 要帶大家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現在從這個2024的總統分區來看 包括從新北市 賴清德在新北市是拿下了94萬票 那麼就像剛才啟明哥說的 其實新北侯友宜這次選得不好 他拿下了86萬 而且他在2022年的時候 新北市長反而是拿到了1152555票 而柯文哲在新北是拿下了64萬 所以從這個銷掌上面可以看到的是 侯友宜真的是退步蠻多的 所以就像啟明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這個是國民黨必須要注意的 一個警訊 是不是也影響到的就是 侯友宜未來的一個仕途上面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重重 我們當然現在沒有辦法判斷了 可是如果以這個新北市跟總統大選 他目前這樣的一個選情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現在侯友宜要做的事情 就趕快回到新北市 接去把他自己的 崗位上的事情做好 然後把市政做好 一些口碑做出來 在謀之後有沒有一些 再有可能的發展 就先不要想太多 對 柯平比如說像柯文哲 他其實我們 比如說他會不會在檢討說 自己在台北市 或者是在北部區域這邊 雖然他好像拿到了 在網路上面的聲量非常大 那麼也拿到了非常多年輕人的選票 這一次的總票數也衝得不錯 可是其實相對於 在他真的自己有執政經驗的 一個台北市 或者是甚至他所熟悉的新北的話 相對表現沒有那麼好 這部分的話 民眾黨會不會做 怎麼樣的一個檢討 我覺得這也是 接下來民眾黨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組織的部分 要怎麼樣去深耕在各個縣市裡面 當然如果我們的縣市裡面 有像地方明代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透過選民服務 去找到更多的人 願意來支持民眾黨 如果在我們沒有地方明代 或者是沒有地方里長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深耕到基層 我覺得這是接下來民眾黨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課題 也就是說現在 如果在這樣子的 不分區選票裡面 預估可能會有8席左右 8到9席左右的狀況之下 接下來民眾黨是 短短成立4年的政黨 在一夕之間要突然變得 很重大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調整 我們的組織 或者是黨內整體 整體的方向或者是整裝待發 接下來的這四年裡面 民眾當然是我們的支持者 非常非常的年輕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 造勢場合裡面看到 我們的支持者確實在 30到35歲之間是最多的 很多是爸爸媽媽推著小朋友 一起出來 甚至有的時候還看得到 柯文哲在高中的支持度 也滿高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會面臨 有一波的手頭足 或者是接下來這30到35歲的 這群支持者 他們會長大 他們會跟著民眾黨 慢慢的變老 民眾黨能帶給他們什麼 在組織上上面 可以給他們什麼 議題上能打出什麼樣 跟藍綠不一樣的方向 我覺得這是整體 要從所有的黨內的組織 跟黨內的方向來做的 所以我想身為 學姐稍後還有更多的問題 請教你 我們先消失 我是Cia馬上回來 自摸 想陪長輩們打麻將嗎 現在有長照機構來著陪打製勾 就可以在固定時段 跟長輩們彎兩拳 我小時候我怕 好的 最新的現場 我們要帶您到賴蕭的競選總部 那麼賴清德突破了558萬票 那麼最新蔡英文總統 正在發表談話 趕快來看看 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一場選戰 無論選舉的結果如何 這就是我們共同珍惜的民主生活方式 如從每一次的選舉 這次選戰裡 凸顯了台灣社會有一些議題上的分歧 但也有許多共同的關切和看法 我期待在未來 包括我剩下的任期內 以及未來新任總統 能夠啟動跟在野政黨 社會各界的各項溝通 讓選舉的結束 成為我們共同面對挑戰 化解分歧的開始 在這裡我要謝謝全體的公務同仁 堅守崗位 以及所有參與選務的工作 辛苦的同仁 因為有你們這場大選 才能夠順利的完成 此時此刻 全球都在注目台灣的這場選舉 我要特別謝謝所有的外交人員 因為有他們世界才能臨時差的掌握 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的正確的訊息和立場 也看到我們民主的價值 謝謝 更重要的是 我要感謝我們的國軍將士 謹消弟兄姐妹 因為他們堅守崗位 確保國家安全 社會的穩定 我們才能夠順利的進行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接下來 我也要跟現場的朋友們說 經過這場選舉 我們一起向世界證明 再多的挑戰 再多的壓力 都無法打擊我們對民主的堅定信心 更不會放棄對自由 對家園的熱愛 我要謝謝大家 八年來不離不棄的支持 和我們一起走到這裡 今天的台灣 已經成為一個更好的台灣 對此我衷心感激 謝謝 今天選舉的結果 台灣人民選擇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們走向世界的路 我們身為執政黨 必須要穩健前進 同時也讓台灣更加的堅韌 而同時 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也選擇了一個 必須有更多的朝野對話 合作的國會 這告訴我們 有許多過去的施政 有不盡周延 或者社會了解不夠的地方 都需要更盡力的去跟社會溝通 身為執政黨 未來我們也應該主動的走出去 傾聽 團結 凝聚最大的共識 讓國家繼續前進 謝謝 選舉期間 謝謝 選舉期間 各種對於國家發展的不同的思考 對於各項重大政策的想法和辯論 選舉之後都可以是執政團隊最珍貴的參考 也可以是朝野共同及時廣義的起點 在場的各位 以及我們所有的國人同胞 選舉結束就是團結的開始 今天 無論你把票投給誰 你支持的候選人是不是當選 民主台灣 都因為你我的決定 在向前邁進了一步 今天一起在投票所排隊的人 無論投票的意向是什麼 你我都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大家庭的一家人 團結 團結再團結 明天過後 我們一起為台灣繼續努力 因為這是我們生活在一起 共同的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台灣隊長 蔡英文總統 為我們打仗一個穩健全心 堅韌的台灣 一起幫蔡英文加油好不好 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 蔡英文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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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小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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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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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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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謝謝我們的台灣隊長 蔡英文 八年來帶領的行政團隊 讓台灣從內政到外交穩健前行 謝謝我們蔡英文總統 在路上我們一棒接著一棒 讓台灣能夠繼續在世界發光發亮 謝謝我們台灣隊長 蔡英文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借大家的旗子 我們的吉仔拳冠冠冠 我們的吉仔拳冠冠 我們的吉仔拳冠冠 我們的印證我們的新世代 賴清德辛好總統 就在我們的眼前 借大家掌聲 再次給賴清德總統最大掌聲鼓勵好不好 加油 我來話賴清德 大家來話動算 因為這時刻是屬於所有台灣人民的時刻 我們再次的喊出我們的心聲 賴清德 動算 賴清德 動算 賴清德 動算 賴清德 賴清德 動算 動算 再次歡迎台灣未來總統 賴清德 所以我們要還是再次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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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浩總統賴清爛 我們大家再給蔡總統 一個熱烈的掌聲 感謝他 感謝蔡總統 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大使 閒政院陳建仁院長 我們給熱烈的掌聲 副國院長 蘇貞昌院長 立法院 游錫坤院長 各位立委 姚立民教授以及競選團隊 各位黨公子 現場的好朋友 全體 國人同胞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終於我們一起走到了這裡 謝謝你們用無比的勇氣 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們守住了民主 也守住了勝利對不對 這是一個屬於台灣的夜晚 我們讓台灣繼續成為世界的關鍵字 我們讓台灣繼續成為世界的關鍵字 剛才我在國內外記者會中說 在這場全球關注的大選 台灣告訴全世界 在民主以威權之間 我們選擇站在民主的這一邊 這就是這場選戰 對全世界的意義 大家說對不對 未來中華民國台灣 也會在民主路上 和國際盟友繼續同行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也做到了 沒有讓外部勢力的借選得逞 因為我們相信 自己的總統自己選對不對 謝謝大家 讓民進黨在執政八年的努力之後 再給了我們四年的機會 繼續為大家服務 因為我們堅信 台灣一定要繼續走對的路 絕對不走回頭路 對不對 我和美琴 會帶領國家走得更穩 走得更遠好不好 剛剛我已經接到侯市長 柯主席打來的祝賀電話 我們肯定一下兩位候選人 我也恭喜他們兩位 所屬的政黨 掌握國會的席次 同時 我也要恭喜所有的立委當選人 我們大家一起寫下了民主的心願 儘管選戰中難免有意見不合 甚至衝突 但隨著選舉結束 這一切都已經落幕 取而代之的是合作的開始 大家說對不對 我將建立開放政府 公開透明 並推動 並推動溝通 並推動溝通 我的心中 我的心中充滿無限的感謝 我要感謝投票給我的支持者 堅持到底 特別是返鄉投票的朋友們 還有遠從海外飛回來投票的朋友 你們都是這場勝選的無名英雄 感謝你們 這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 很抱歉讓大家這麼焦急 這麼擔心 今天晚上我希望大家可以帶著微笑 回家好好睡個覺好不好 好不好 我也要謝謝 沒有投票給我的台灣人民 一直以來對民進黨的鞭策 你們的意見 我們也都聽見了 這次國務會選舉 民進黨息事不如預期 這代表我們還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 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 也期待有效力的制衡 我們會誠實面對新民意 時時警惕 穩穩的踏出每一步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TBBS56頻道 藍綠白竹路2024特別報導 新聞大百話 國民大會 TBBS戰情信 2024總統大選國際特別報導 專家權威深入國際觀察 全面向觀察否析 看台灣選後戰略地位 1月10次鎖定TBBS56頻道 下午拜你們辦公室 幫你們剪頭髮 叫我姐姐 我打點 一點點 媽媽說 我來剪太多 幫我點多 妳想要短一點 一點點發生 妳覺得咧 妳覺得咧 妳姐讓我們坐下 坐下 本節目由 TOKYO 都揚聲記冠名播出 我是李欣傑 這是一趟前往夢想的旅程 對地的頭號心聲 用自己的歌聲唱出她的故事 用歌聲描繪自己的家鄉 帶給你最沉浸的音樂饗宴 愛我就要去看 古時災星號 每週六晚上8點 TVBS42頻道 我是單純 只想做一個 保護自己女兒的爸爸 如果我講真的 你是無辜的 你要我保護女兒的詩詩講出來 然後把我家裡的事情講出來 這太不道德了吧 後面有很多人想卡這個位置 這不就是你要的嗎 在這一刻 你是一個保護女兒的爸爸 翻過我好不好 下一刻 你有可能就是殺人兇手 每週日晚間10點 TVBS42台 親愛壞蛋 一隻兩隻好多狗狗看到有人來都開心的搖一把歡迎 不過這裡的狗狗都是流浪犬 有些兩個月內沒人領養恐怕就得要也放回原本的地方 因為我們收容目前到150隻接近我們收容都上線了 就是回製的話對狗狗也是算是比較辛苦 但是也是不得已幫他 新入線動物保護防疫所10號將進行流浪狗回製作業 總共有17隻 公安後有4隻已經被領養 剩下13隻將會也放 這樣的動作引發許多學者抨擊 大多認為每年編列大筆預算 仍然無法有效處理流浪全貌問題 張佐是否在帶頭棄養 丹豆保守也回應 量能真的已經難以負荷了 收容空間畢竟是有限 我們有動物救援的動物要進來 有岸間的動物要進來 然後有我們TNR的行政空間要運作 出去統計全台的流浪動物高達15萬隻 去年總共收養5萬多隻 被領養的不到2萬隻 從2017年開始不能安樂死 為了解決量能問題 也只能選擇野放 教育的問題 我們希望之後在修法或立法上面 可以讓有一個園區 做一個生命教育園區 讓人家不要棄養 棄養這件事情 才是源頭管理最大的問題 回製流浪全貌並非一次全放 會事先評估狀況再慢慢放出 但歸根究底 不棄養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另外也鼓勵民眾多多認養 讓這些毛小孩有長遠安置的敵 上發表的盛選敢言 那麼民進黨事實上 終於是打破在台灣執政8年 就會政黨輪替的魔咒 賴清德成為了中華民國第16任的 我們的新總統 那麼接下來你就要請我叫三位來賓 我們首先請學姐黃晶瑩 怎麼來看剛才賴清德的一個盛選敢言 他真的贏了嗎 我想如果真的贏了的話 他的態度 他的笑容可能會再更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現在民進黨 繼續執政的狀況之下 在國會上面確實有很多的議題 是必須要去處理的 尤其在民生議題部分 過去的這8年以來 在蔡英文總統的執政底下 大家反映出來的年度字 居然是缺這件事情 就可以知道基層的民眾 對於執政有多麼的不滿 或者是對於自己的生活上面 有多麼的不滿 所以我想這是賴清德現在 必須馬上去面對到的問題 怎麼樣改善大家的生活 這件事情應該是他要做的 好的 那麼繼續要請教就是 啟明哥 他的賴清德的一個得票 算是稍稍微的超過了 在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這個39.3的一個門檻 不過相對來說 這個三強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還是一個弱勢的總統 那麼這次的他的一個勝選 外界普遍認為說 燒美琴是幫他加分滿多的 對 我先跟主持人剛才提到 就是他跟陳水扁之間的得票率 他面臨的跟陳水扁 也同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三黨不過半 不過他比陳水扁 可能要面臨的挑戰 要更多一點點 因為陳水扁從2000年到2008年 的確遇到了國慶合作 這樣的一個狀況嘲笑也大 不過那時候的國會席次 是225席 225席相對於目前的 113席的情況之下 政黨對於立委席次 比較多的情況之下的控制力 倒是相對是弱了一點 再加上當時的立法院 我們知道是誰 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的強項是什麼 調和鼎耐 調和鼎耐他可以跟國民黨合作 也可以跟民進黨合作 在希望能夠達成一個 事情完滿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的確是可以讓事情比較容易 那時候的陳水扁政府 容易去運作 不過現在賴清德面臨的是 113席的國會席次 113席的概念就是政黨 對於自己政黨立委的控制力 會相對來說是嚴格一點點 再加上在過去8年 民進黨這個絕對多數的情況之下 是採取一個強勢作為 是激發了朝野上的一些對立 目前整個情勢是翻轉的 所以國民黨或是民眾黨上面 會用什麼方式 是不是更強硬 來跟民進黨做進行相關的一些對抗 我們都要實際的去觀察 還有一個也值得觀察 這一次進到立法院 有非常多的政治明星 譬如說韓國瑜 譬如說是黃國昌 這些都是一把手 都是非常強的 可能會在立法院 可能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一些話題 然後跟政府直接有一些 我們不要說對抗 至少在監督方面 會發生一些很強的一些力道 更有力道 對 所以賴清德在同樣 跟陳水扁的得票率 大部分相同的一個情況之下 不過他面臨在國會方面的挑戰 我覺得是比陳水扁還要大 是的 那麼繼續 就要再請教的就是汪教授了 剛才我們提到就是說 這次賴清德能夠勝選 那麼要副手蕭美琴 美國大使 那麼對於他來講 是不是一個相對的加分 以及他接下來能夠作為 有一個怎麼樣的調和的效果 我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既然他是前駐美代表 最重要的工作 當然就是調和所謂的台美關係 應該是說 傳遞所謂的台美關係的訊息 至少讓溝通無礙 因為相對於賴清德來說 蕭美琴副總統當選人 他對於美國的事務 是相當鹹熟的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中美的緊張關係 所以其實他可能扮演了 更多的是傳遞訊號 我們剛才也講過了 未來如何來維持台灣的利益 這是現在的政府 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然後我們說到這次的得票率 事實上感覺起來 雖然是稍微的比2000年的 陳水扁總統多一點點 可是如果以自己 跟上一次民進黨的得票數來比的話 其實是大少了200多萬票 這一點其實就是目前 現在賴清德 總統當選他要思考的問題 雖然在剛剛的就職員 所謂的當選敢言當中 講得非常中規中矩 講到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也講到了民主 講到了所謂的大家要團結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我們真的每一次的總統大選 大概都聽到要團結 可是事實上 我們每一次看到的 都不是真的團結 民眾所期待的是 政治人物真的用做的 而不是只是用喊口號 更何況我們每次都聽到 當選的都會說這是民主的勝利 其實能夠有繼續 能夠保有選舉 能夠保有民主的制度 是大家每一個人的貢獻 而不是哪一個當選人 所以在此還是要強調 如果真的要真心團結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可以從真的小的事情開始做 譬如說在國會 真的好好的團結 把法案過關 讓人民感受到 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 真的是團結的 好的 那麼接下來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我們就要持續來鎖定的 就是接下來未來 包括我們也看到了 立委的這個投票的結果 也陸續出路 我們繼續來分析這個部分 以及三黨在接下來 會面對到哪些考驗 好 好吃 不好意思 好酷 日本現在最高等級的胡河豚 肉質太好吃了 他在20歲以上 等到已經大溝了 40歲有點貝啊 扎住嗎 別人會怎麼看我 我們本來就不應該 活在別人的評價裡 就算有人批評你 你也不用在意 我聽你 我幫美玲還有中山 接了一個工作 可能會有一點親密的橋段 很親密喔 說不定嘴對嘴 親身折腿 我只是想要你幫我一個忙 我可以幫你什麼忙 我要追蹤你 近日因為浮海一宿爆紅的蘇氏 前世必腹傳來好消息 根據文化部公告 他被評為國寶 這17年等於是說 就沒有機會去做文物分級 對 所以也不是說忍了17年 那有展出的情況下 我們通常就會申請 做文物分級的工作 故宮出片說明 強調不是委屈16年 而是因為文物保存不易 通常有相關策展 才會為古物評鑑等級 但每次的開合都會 當然或多少都會影響到文物的 就是利用文物展出 那因為它已經打開了嘛 所以委員來做實地勘察 所以就直接在展場上 可以看到這些文物 古文物被評為國寶後 會有相關標誌 象徵意義重大 前世必腹屬於紙券材質 相當脆弱 這次展覽完 民眾想再看到 可要先等等 展完之後要再等 休息一次八個月 我們才能夠再展它 因為它有一個所謂的養智 不少專家學者認為 以蘇式前世必腹 在中國詩詞中的地位 早該跟韓石鐵 江上鐵等蘇式徵積 同樣列為國寶 先前無法獲得文資身分 如今揚眉吐氣 那當然也有人笑稱說 這個文物分級項頒獎典禮 好像他得到了一個什麼獎 實際上也沒有獎給這件作品 只是他的身分變了 就是他的所謂的文資身分 文化資產的身分 就變成國寶或是重要股 最好解2025年底會再次展出 展期約90天 民眾想親眼目睹 國寶級的前赤避赴 可別錯過難得的機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TVBS56頻道 藍綠白逐入2024特別報導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TVBS戰情信 2024總統大選 國際特別報導 進行程式的一個得票數字來分析 可以看到的是 在2024的總統分區 台南市的部分 賴清德是拿下了57萬0811票 不過要跟2020年蔡英文相比 78萬票是足足少了快20萬票 尤其台南市委是賴清德的本命區 這個部分是不是代表的 對於賴清德是有一些警訊的 還有柯文哲在這邊也是拿到了 有超過兩成23.44%的得票率 在南台灣這邊可以說 大家本來認為說 他的網路聲量並沒有拓展到陸戰 不過相對之下這個部分 柯文哲似乎表現得也是不錯的 這個部分我們先請教的是 黃靜寅學姐跟我們討論一下 來看看台南市的話 三位總統候選人 他們一個得票的表現 其實我這次自己也剛好 有去到台南主持活動 包含說在街頭開獎的時候 我們放一個肥皂箱這邊 讓所有的民眾可以自由上台 來講話 其實在台南這邊的表態率 非常非常踴躍 而且大家拿起麥克風 第一句話就會先說 我以前是神旅的 我投過賴清德 或者是我跟著家人 投過民進黨等等的 但是大家朗朗上口的走 是那幾個案子 盧渣案 八十八槍等等 南鐵東儀等等這些案子 對於台南人我感受到的是 或者是我在主持活動 看到民眾的那個眼神 其實對於他們是有一種感覺 是被壓抑了非常非常久 有一股氣好像沒有地方可以 沒有地方可以出口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在台南這邊 確實讓我滿壓抑的 因為過去我在浮選的經驗裡面 在台南高雄 確實大家認識民眾黨的真的不多 但是今年甚至有廟 願意主動在綠道出資的地方 願意主動來跟我們表態說 他願意借我們這個廟的門口 來舉辦活動 所以對於我們而言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鼓勵 但我想接下來民眾黨 要做的事情應該是 這樣的組織 其實我們怎麼樣把它留住 甚至是擴大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 首要的目標 是的 我們繼續請教秦明哥 就是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投票的表現 是不是代表的是說 其實這個部分 柯文哲拿到的是綠的票 因為相對之下 賴清德其實沒有表現得 比上一次好 尤其台南是他的本命區 對 本命區表現這樣的結果 票數有大幅的衰退 的確是對於賴清德來說 是一些警訊 當然剛才學姐特別提到了 幾個弊案 包括了一些光電案 包括一些議長會選案 的確是拖累了賴清德 相關的一些選票 不過在整個總統大選 其次 總統大選的票數上面 是出現了一些消長 不過立委的部分 目前還是 就是全部都拿 南部可以看到 包括了高雄 包括了台南 都是民進黨還是全部 全部一片綠油油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這邊想要提一個 就是陳其邁 因為這是陳其邁 在高雄幫民進黨輔選 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因為這次在高雄上面 相較於台南 也出現了一些包 包括趙天麟案 然後臨時選前換將 然後推出了黃捷 然後陳其邁就是全力輔選 就把他的選情 就拉上去了 再加上本來以為李梅珍 在高雄的選情 會出現高雄的一些破口 我們黨可能會拿到一席 最後還是 就是讓民進黨還是巴西全拿 所以的確 目前民進黨 在南部的這個選情 相對來說還是相對穩固 雖然出現了一些 衰退的一些狀況 這些衰退的情況 出現在轉移到哪裡 目前民眾黨的確是獲得了一些 席字上 包括了選票上的一些成長 所以我覺得 之前常說民眾黨沒有組織票 這個包括了高雄 包括了台南 甚至我們如果 剛才等一下會提到的台中 在這些地方還有新竹 就民眾黨在這些地方選情 相對來說 表現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是不是能夠 在這裡發展組織 接下來在兩年之後的 這個縣市首長 包括了這個縣市議員的上面 有沒有所掌握 這個才是檢驗民眾黨這一次 侯友 不好意思 其實柯文哲的票 能不能轉移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觀察指標 是的 我們繼續 剛才請您提到台中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就是在台中的部分 三位的總統候選人的一個得票數 因為台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指標人物 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這一次的一個操盤 包括了在總統的選票上面 可能侯友宜相對之下 其實拿的沒有那麼的好 那我們要請教翁教授 但是是不是盧秀燕他自己本身 對於在立委的選情上面 台中是有所斬獲的 如果以結果論來說 現在看起來 在台中的盧秀燕市長 確實拉抬了這些年輕的 立委候選人 國民黨的年輕立委 事實上選得非常的不錯 幾位年輕的候選人 都在台中順利的拿下了席次 雖然在總統票上面 其實總統票還是跟總統候選人 自己本身的關係比較大 但是盧秀燕市長在Local 就是在在地的這些服務 跟在地的政績 事實上成功的把它轉移到 所謂的年輕世代 這點其實就是為什麼 現在大家在說 如果未來國民黨 要再有希望的話 也許有一些人 要趕快的先做一些 整軍備戰的這個角色 整軍備戰的動作 盧秀燕市長就會被大家提到了 在台中你的政績不錯 而且你的拉台母雞帶小雞的能量 也確實能夠擴散出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盧秀燕市長可能現在要承擔 比較多的期待跟責任了 好的 那麼繼續要請教請民哥 就是以你對國民黨的了解 盧秀燕他有可能 接下來成為國民黨新的共主嗎 因為包括在這個地方操盤的話 表現真的是不錯 雖然總統票上面差了一點 對 翁教授剛才提到了 就是這一次台中 國民黨提出了所謂的F4 都是一些議員級的這些候選人 其實全國知名度也不高 可是選出來的一個結果 本來在台中的藍綠的比例 是藍2 綠6 他現在是翻過來了 等於是藍6 綠2 民進黨只有在台中 只有兩個新潮流的 一個是何欣純 一個是蔡其昌 這兩個本來就相對是強的 可是很多的現任的立委 也紛紛落馬 這個我們來看 就是國民黨推出的是小雞 他戰力沒有那麼強的情況之下 靠的是誰 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的確在這一次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樹立了一個 所謂藍白合作的一個示範區 他幫蔡壁如 然後蔡壁如雖然最後還是 不幸的輸了 可是跟蔡其昌的選票 差距是非常非常的近 也讓蔡其昌 嚇出一身冷汗 藍白整合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這樣的一個成果為基礎 盧秀燕操盤得這麼好 未來是不是在所謂的在野黨 有一個新的共主出現 我覺得盧秀燕 是值得期待的一個角色 是的 那麼說到了剛才 在台中的藍白示範區的話 我們繼續要請學姐 再為我們簡短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 蔡壁如這一次的表現 真的是嚇出蔡其昌一身冷汗 真的 因為聽說在跑選區的時候 過往蔡其昌不太會出現在選區裡面 市場敗票的 這次在藍白整合的 他覺得不需要 對 這次在藍白整合狀況下 他居然跑出來了 所以確實讓大家會覺得 藍白整合 對他而言是有一種壓力的 那麼接下來的話 在立委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民眾黨這邊 在組織上面會更加的要琢磨 是 因為Biu姐我看了一下 他最終的票數 也到了72000多票 過往大家都會覺得 在決戰中台灣這個部分 大家會希望看到一個不同的指標 我看總統跟立委的票數而言 都是三分天下的狀況 所以我想未來一定要 努力的發展組織 好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分欠主持 國際角度權威解析 2024改變台海局勢的大選 1月14日晚間9點 鎖定TVBS56頻道 2024總統大選國際特別報導 好 可以 可以 好 來 看我 你在哪裡 我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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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比較黑 但是我... 我真的看不見的等我一下 對著鏡頭擺拍 全身黑俐落髮型 佩戴超大耳環 演員方志友專業拍封面 你是有點失手可以上來 對… 漂亮 應該最喜歡我現在穿的這套 因為可能今天剛好有冷氣團來了 所以就覺得有高齡 然後有外套 覺得很溫暖 表情狂被誇讚 這位方志友登上美妝數位節目的 1月策展封面 也分享了日前首次入圍 就拿下金馬女配的心情 一開始蠻不敢相信的 然後到後來現在是有一點平常心 因為我覺得不管得獎與否 都還是會繼續努力 就是珍惜我的每一個角色 然後去投入每一個角色 千許表達感謝方志友表示 得獎後會繼續努力 也悄悄透露2024年規劃 大家可以跟我… 我現在本人也非常期待中 然後已經有就是新的角色確定了 然後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可以挑戰他 然後希望到時候也可以大家 給大家一點耳目一新的感覺 因為又是一個新的不太一樣的角色 更希望能有新的音樂作品可以帶給粉絲 讓自己新的一年都能夠用小改變帶來新氣象 TVBS新聞中一輪李玉哲李玉文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 TVBS56頻道 藍綠白逐入2024特別報導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TVBS戰情信 2024總統大選國際特別報導 專家權威深入國際觀察 全面向觀察統計 看台灣選後戰略地位 音樂十次鎖定TVBS56頻道 我是李欣傑 這是一趟前往夢想的旅程 對你的頭號新生 用自己的歌聲唱出他的故事 用歌聲描繪自己的家鄉 帶給你最沉浸的音樂饗宴 愛我就要去看《古時災星號》 每週六晚上8點TVBS42頻道 我就單純只想做一個保護自己女兒的爸爸 如果這樣 2022年 美國時任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訪台 激起中共強烈軍事反彈 美方更加重意識到台海局勢步步為營 美國智庫更連續四年認為 大陸加強對台施壓 美國恐怕就會捲入台海危機 屬於第一級風險 大選後賴清德的兩岸方針 會怎麼走美中都在緊盯 我將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圍堵 對話取代對抗 自信的和中國展開交流合作 賴清德再三強調會繼續蔡總統路線 對兩岸態度 採取維持現狀 不過打選戰時 政見發表會上 賴清德突然脫口冒出 中華民國是災難的說法 儘管事後改口是漏了憲法兩字 卻成為選舉時對手猛攻焦點 更被指台獨工作者現行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只要你不同意 他就認為你是台獨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絕對繼續的把賴清德標籤化 把台獨這個標籤貼到他的頭上 延續的蔡英文總統過去八年來的政績 論述以及實踐 這個方面不會改變 看他接下來的表現如何 這個當然任何一個新的總統上任 都會有蜜月期 但是也都有觀察期 上任後蜜月期 中共勢必密切關注 賴清德選戰時多次表明 對等尊嚴上願意和大陸交流合作 兩岸對話的大門一直敞開 會保持友善 只是對方是否願意給這個機會 尤其副手小美琴出任駐美代表時 曾被大陸點名為台獨頑固分子 並且實施制裁 被大陸定型為台獨分子的形象 勢必對兩人有所戒心 而CNN也分析大陸新任國防部長董軍 之所以被選中 正反映了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視台灣議題為重中之重 蔡英文八年執政 我們不管從會設地帶戰略也好 軍機擾台 這個是成為一個常態 我們講新常態 那新常態之下 似乎並沒有阻止 我們講民進黨 對於抗衡這個路線的修正 用經濟制裁的方法來 作為一個抵制 我想會未來是一個持續 而且他們會想看到一些成效的 我的觀察是他不會立刻有太激進的作為 畢竟賴跟要接任他還有一個緩衝期 經濟制裁手段是否更強硬 大陸也在看賴清德的表現 光是從大選前去年12月 大陸先宣布認定台灣構成貿易壁壘 就能看出端倪 實際上大陸有提出要解決爭議的管道 包含進行雙邊磋商 啟動多邊爭端解決機制 或者採取其他適當的措施 雙邊若能坐下來談 專家分析在這個層面就解決爭議 或許就能免於走到終止ECFA的階段 其實他還是有節制的在做 所以說在選前他基本上 他也沒有太大的動作 但是他還是停止了 那個石化葉的一些優惠條件 這個可能也是顯示 他是說他也有能力往這個方向 或者說他也想往這個方向去進行 但是最後會怎麼做 當然會跟大選的結果有非常大的關係 若ECFA真的被停止 吳大任分析將會對台灣的石化 機械 紡織以及農漁業 這些產業帶來較大衝擊 我們除了受到ECFA的影響之外 我們也受到ACET 還有CPTPP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加入 這些區域貿易組織 兩岸議題簽一法動全身 就連白宮資深官員也透露 拜登將在大選後派非官方代表團訪台 直接跟總統當選人面對面溝通 可見想加深管控兩岸議題 另外華府智庫學者展望美中關係時提到 台灣新總統執政初期更要格外提高警覺 華盛頓不希望賴成為麻煩製造者 兩岸真的進入到更嚴格更危險的地段的時候 美方的戰略模糊就不會那麼快的變到戰略清醒 所以還會繼續用一個較為模糊的態度來處理兩岸問題 因為畢竟我覺得華盛頓不希望一個複雜 而且混亂或充滿戰亂的東亞局勢 該如何與美國保持穩固關係 賴信德就任後能否真如選前主打的延續蔡英文路線 又該如何因應大陸威脅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歡迎去鎖定10點不一樣選舉特報 我是秦琳謙 趕快來關注的是 在今天我們選出了新一任的總統 民進黨賴蕭沛取得勝選 打破了總統直選以來 政黨連續執政三屆的紀錄 他拿下了558萬票 得票率是40% 侯友宜是拿下了467萬票 得票率33% 而柯文成